旅費花光搶超商 搭火車前招待 超商類監視器清楚拍下嫌犯與超商店員扭打過程 這名20歲男子督結 7 天前獨自從台北到花蓮旅遊 昨天凌晨以旅費花光沒錢返家進企圖搶超商 搬打隨身衣物綁住頭髮變裝 還利用存在超商打工的經驗 故意說要買不賓的飲料 趁店員離開櫃台後下手刑切搜刮收銀機內一萬余元後逃逸 不過被機警的店員發現兩人發生扭打 他逃跑後還企圖騎偷來的單車到火車站趕頭搬列車回台北 不過超商店員立即報案警方不久就順利逮到人 那也當場在他身上起訴贓款 金來幣10700塊 全案就宣告征服 警方表示嫌犯七天來都沒洗澡 為阻監視器還先綁住頭髮 企圖迎向警方追氣 不料終究還是難逃警網 訊後被一強盜罪嫌移送法辦 本新聞 你家終究不是全家啊 報導 導演 導演 幫助 有一些eleri Voll 狂